那什么是站呢 咱们下节下一个PET就会重要一点 这里对PET基本就一句话 然后我们看一下站是什么 站是一种后进先出的数据结构 当然你喜欢英文 比较装逼一点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朴实的方式 后进先出 那么什么叫后进先出呢 那比如说这里咱们用网球做例子 但咱们应该都打过羽毛球 对吧 无论是小时候还是现在 羽毛球 我画一个羽毛球 比如说你打完这个羽毛球之后 对吧 你得收起来吧 带走吧 你不能扔了 那当然你家很有钱 别另说 对吧 那么你会放到一个羽毛球桶里边 放到里面 对吧 然后里面还会有很多羽毛球 很多很多羽毛球 然后把它整个带走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这里要用网球呢 因为这个PET 没有羽毛球这个图形 对吧 只有网球的 所以呢 一个意思 然后接下来 对于这个桶啊 注意啊 它只有一面是开的 那么OK 你要放一个球进去 相当于 相对它是一种什么 后进 因为第一个进去的 可能在最下面 对吧 然后第二个进的在这 然后呢 再进的在这 三 然后呢 最后进的在这 但是你再把它拿出来的时候 注意这是进 这是拿 再拿出来的时候 它怎么样的 是你后进去的 这个四号 会先 会先被拿出来 它就是一种 这样的结构 叫后进 先出 就后进的那个 先出 然后来自居上 后进去的 先出来 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构 用这个例子来表示呢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贴切的 对吧 OK 那对应啊 对应这个过程 放进去 拿出来这个过程 该怎么称呼它呢 咱们看一下 在站的结构的概念 其实就不多 对吧 首先要理解几个概念 第一个叫站底 这概念应该不难理解吧 对吧 假设东西像一个杯子 这毫无论是杯底 对吧 当然 这个 还有一个叫站顶 对吧 这个 这个概念基本是非常直白的 一个在顶部的 叫站顶 一个在底部的呢 叫站顶 然后呢 对应的两个放进来的操作 是入站 拿出去呢 叫出站 对吧 这个基本也没什么问题吧 一个入口 一个出口 对吧 当然注意看啊 我们无论是入站 还是出站 操作的都是站顶的 这个元素 懂意思吧 因为它是一个后进先出的嘛 所以呢 这是基本概念 大家要理解 然后再接下来呢 还有几个 当然呢 这个操作啊 就是简单的操作 还有一些别的 或许我们会需要的 看下页PET 还有两个需要的什么呢 叫做是否为空 is empty 对吧 然后呢 clear跟size 这些方法 就咱们要学 要实现的一些方法 就这些站结构的一些操作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操作都叫什么呢 放进来这个 咱们说的 对吧 这个 这个入站 入站 这个呢 叫push push 出站呢 叫pop 然后呢 这个pick是干嘛呢 它是检查 检查什么呢 检查站顶的元素 就是说你想看看 那站顶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吧 它是一个检查站顶的一个元素 pick 当然它可能会有点蒙圈 对吧 因为这个什么呢 push是p开头的 pop是p开头的 pick呢 还特别是p开头的 对吧 对咱们中国人呢 这太不友好了 三个p 搞毛啊 根本分不清 对吧 你看后面这个就比较友好了 比如说 it's empty empty 大家应该知道什么意思吧 对吧 是空 it's empty呢 是否为空 clear 清空嘛 对不对 清空站 全部东西都扔掉 扔掉 扔掉 对吧 然后呢 size 就获取一下 你这个站 到底有多少个东西 对吧 就这么几个方法 大家记得重要的是什么呢 入站 push 小时候我爸爸教过我一个 寄这个push这个单词方法 你看sh对吧 使嘛 push是把它推走嘛 对吧 就是入的意思 推 推进去 入站 push 出站呢 就pop 然后呢 查看站 peak 一定别忘了啊 这个很重要 因为别待会写懵了 对吧 一开始写的话会稍微有点会混淆 但没有关系 那么对于一些比较底层的语言 对吧 他们实现站的话会稍微复杂一点 但是作为js们相对高级的语言来说 实现站是非常简单的 如果你对宿主非常比较熟的话 在js里面的宿主比较熟的话 那么你会注意到js的宿主自带了push跟pop两个方法 所以呢 我们的站结构的实现呢 最终也是依靠宿主的 我们看一下 对吧 依靠宿主 比如说咱们这里有一个宿主了 已经有一个宿主 然后我们看这个宿主啊 现在是01234 对吧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把这个第一项 比如说第零项 对吧 我总是很想 总是会很难去确定 我到底要使用哪个数字去表达它 这个叫站底 这个呢 是站顶 就说你应该把它看成一个这样的东西 一个这样的筒 对吧 刚才像刚才什么样 0在这下面 1234 就说在宿主屁股后面的是顶部 好吧 这个tn有点奇怪 你屁股长脑袋上 对吧 当然呢 咱们用这种方式表示会更加方便一点 然后呢 比如说咱们去push5的时候 记得push是什么操作 push是入站 左边这个箭头 记得吧 push push5 然后呢 push5之后呢 相当于往站顶添加了一个元素 叫5 那么我们看看站顶呢 是宿主的最后一项 对吧 所以呢 相当于把5添加到它的这里 屁股后面了 所以呢 最终它会变成什么样呢 会变成012345这样 然后呢 我们再执行下一个叫做pop pop是什么呢 pop是出站 对吧 对应的刚才那样的东西呢 我换一个颜色 是这个出站的箭头 pop 同样的是操作站顶的元素 就相当于我们操作宿主的最后一项 就把最后一项给删掉 pop OK 就两个简单 一个push 是把一个数字添加到宿主最后一项 一个pop呢 是把宿主在最后一项里面踢出去 就那么简单 然后回到1234 对吧 这是站的一个 两个方法 然后呢 接下来咱们就开始了 咱们要用类来封装这个站 的操作对吧 这可能是需要一点 简单的面相对象的一些知识了 但没有关系 相信大家都能够 能够解决它 好了 回到咱们的代码 打开vscode 然后呢 在这里新建一个文件 叫什么呢 叫做站.js好吧 简单点 就输法有点迷今天 点js对吧 站.js 好了 这个站.js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站这个类给定义好 像这里说的 那对吧 简单的几行代码 下面这些可以先关掉 没有关系 哇 stack 等于function 对吧 就是咱们在这个 呃能看清吗 我放大一点 对吧 放大一点没有关系 这是咱们在es5里面使用的 呃定义这个类的一种方式对吧 一类 或者说构造器的那种方式 ok 咱们里面呢会有个变量 1 items 等于 一个空的数字 对吧 这个东西咱们 先先先先先不说 ok 咱们现在呢 有一个构造器 对吧 里面定义了一个变量 就是咱们 暂时现的一个基础 好了 接下来 咱们再捋一下啊 捋一下咱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实现几个方法 push 是往站顶去添加元素 pop呢 是在站顶去移除元素 对吧 ok我再给大家 过一遍吧 因为感觉大家 呃鱼的记忆对吧 我已经习惯了 呃我画好看点图形 我这里有画图气 对吧 画一个这样的 好看了吧 然后接下来呢 push 对吧 是怎么样呢 像刚才那个例子 0123 4 push 是这个 往站顶去添加一个 对吧 那pop呢 是这个 那pick呢 是检查这个站顶 然后呢 isEmpty 是否为空 就检查 它是不是空站 然后呢 clear 是移除size的长度 这基本是比较简单的一些操作了 好接下来 咱们实现第一个push 往站顶去添加元素 站顶添加元素 怎么去添加呢 其实很简单 咱们再给这个类实现一个方法 叫做this.push 等于function ok push什么呢 里面肯定要接受一个参数 对吧 你要放什么进去 你得说明白 然后怎么办呢 item items 它是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呢 它存在 一个方法 自带的 自带的方法 叫push 有人说你这不是作弊吗 你这是啥意思 但不一样 概念不一样 因为咱们实现这个站结构 它操作呢 不像宿主那么灵活 对吧 好了push 干嘛用呢 把element 也放进来 当然这感觉 可能有人会感觉非常奇怪 对吧 相当于 呃 你是一个砍柴的 然后呢 你赚钱去买了一辆跑车 对吧 然后你 然后呢 你用这个跑车去拉柴 去去更填 那种感觉 对吧 但是 没有没有办法 对吧 因为js呢 它是一门非常高级的语言了 但宿主呢 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结构 它当然 包括了像站这样的东西呢 也是 理所当然 对吧 那么ok 我们先试一下 push方法 items 对吧 它是一个宿主 那么宿主的push方法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现在呢 会打开chrome 去稍微试一下 右键 检查 对吧 打开调试台 concel 这个电脑也慢的可以了 没有关系 电脑慢一点 也没有关系 现在我们wah一个数主ar等于比如说123 ok 它现在是这样的123对不对 这个呢 这个是非常基础的东西 然后呢 我们试试它的push方法 不好意思 push push什么呢 push4 它变成什么样的 它会变成 在检查AR 它变成1234 诶 这个 就有点意思 对吧 我们看看它干了什么 它干的东西 非常的简单 它就是 在这里 给这个数主 最后一项 添加了一个什么 push4 相当于给它最后 添加了一个4 对吧 后来它变成这样了 诶 我们刚才说了 数主的第一项是什么来着 还记得吗 是站 底 这个呢 最后呢 是站 顶 所以我们这个是不是就相当于什么了 相当于 呃 数主它好像原本就是在这些里面就像一站这样的结构对不对 相当于我们调用了数主的push方法跟 注意啊 注意这句话的区别 调用数主 的push方法 跟我们要实现的站 stack 的push方法 是等价的 对吧 所以这里操作呢 就很简单了 我们直接给items 去push 一个 element 就可以了 OK 这个咱们试一下吧 咱们试一下 当然呢 我们要接下来注意第2个区别 对吧 有些人会问 为什么里面要用 byitems 而不使用这个 this.items 等于这个 OK 我们要知道 两者的区别在哪呢 我们现在会看一下他们的区别 对吧 对于 在jess里面 对于一个函数来说 他其实天然的带有两个功能 函数 他带有两个功能 第1个什么呢 第1个是作为一个函数 废话嘛 对吧 第2个呢 是构造器 大家知道啊 this 在构造器里面 this 这个东西呢 是指向 要 创建 的 对象 对吧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复杂 但其实呢 在 我们的主要的课程里面 这一点讲了很多遍 对吧 但是注意这个区别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在这个culum里试一下 试一下 稍信一下 注意啊 咱们index.html 打开就是这个 但是呢 我们现在还没有引入那个js文件 所以那我们要回到这里 对吧 在这引入一下 skip 原来src 在这里呢 因为 会需要打路径 那我们今天装了一个插件 叫pass installation什么的 忘了名字啊 但是你这时候打个点 对吧 杠 它就会把路径给你识别出来 这点呢是比较智能的 对吧 这是装这个插件的用意所在 好了 引入这个文件了 我们看看 stack 咱们刚才定义的那个结构 对吧 stack 是什么呢 是一个函数 对吧 OK 咱们vah s等于new stack 对吧 新建一个 OK 我们看s里面有什么 看现在有个什么 有items这个树主 然后能有个push这个方法 这个当然没有问题 对吧 大家对 js比较熟的话 这个理解上都不会有问题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了一个问题啊 咱们 push方法现在干了什么 他给items 所以这个items不是this.items 是这个items 当我们调用 所以我们来接个图看一下 当我们调用这个items.push的时候 实际上是给这个数据添加东西 对吧 大家都知道并不是这个 这是this 你得加this在前面才写 对吧 所以呢 给他添加 我们看看会有什么变化 stack push 啊 错了啊 错了啊 s.push push push 然后我们看看 s这时候是什么 诶 items没有变化 那废话吗 因为我们修改的是这个item 不是这个items 不是this.items 就说过了对吧 然后我们push方法 给这个items添加的东西 但是有用吗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这没有用啊 也看不到啊 那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说一下 对吧 我们注意看 this 所指向的属性 在我们 创建的 构造的新对象里面 是可以看到 比如说这个items 这个是咱们是可以直接操作 对吧 可以手动操作它的 这种呢 其实 在一些常用编程语言里面呢 它叫什么呢 它叫一个 公有 公有的一个变量 公有什么意思 比如说马路上有一个 马路上 咱们中国公有的东西真的不多 对吧 比如说马路上有辆共享单车 对吧 有辆共享单车 是不是你可以去开 张三可以去开 李四可以去开 谁操作它都没有关系 但私有的呢 比如说你有一个相对私人的东西 比如说你的手机对吧 你总不希望说你老婆看他 当然这可能避免不了 对吧 你老婆看他 你爸爸看他 你妈妈一看你手机 你老板一看你手机 都烦死了吗 私有东西不能随便给 给给人看 对不对 这是 这是非常不好的 但是呢 我们要实现这个结构的话 如果我们使用 这个this.items的话 那么我们毫无疑问 我们看我们在新构建的s这个对象里面 我们是能够访问到items这个数组的 就说明你完全可以这样 items 说了s.items.2 等于1 对吧 这时候他就被修改了 但是 这是一个站的操作吗 我们回忆一下站的操作有什么 站的操作有入站出站检查站顶 没了 你这样的话是不是相当于已经破坏了他站的结构了 所以呢 我们要想办法让这个变量变为我们私有的 私有的懂我意思吗 就说呃就像是你的手机那样对吧 把把把共享单车扛回家里 当然我不推荐大家这么干 我就这个意思 把共享单车抬回家里 只有你自己能骑 别人骑不了私有的东西 只有一个私有的 用一个私有的变量去存储 占这个结构的元素 他才不会 占这个结构才不会被破坏 所以呢 咱们不能使用this.items 但你可能说 破坏什么呀 我自己的代码 我不搞就不行了吗 我不破坏他就行了 但是不行 因为你的代码有可能有一天会给别人用 如果他去破坏了你的占结构 那么你的代码全部GG了 对吧你的程序逻辑全部乱了 所以呢咱们 呃讲的一个公有跟私有的问题对吧 这是一个公有的 公有的一个 但是这个呢私有的 为什么私有呢 因为在 同时啊 这个stack这个东西呢 它是一个函数 对吧 它是函数的话 那么它里面的变量呢 是 只在这个函数内部有作用的 那么你在调用this.push的时候 在某些角度上来讲仍然在函数内部 所以呢这个items 就是内部这个items 外部呢 是访问不到这个变量的 就达到了一个私有的一个目的 好 咱们有个私有变量对吧 来存储啊 push这个方法 然后呢咱们也试了一下 但是呢 现在咱们检查不到 这个站里面有什么东西 对不对 所以呢咱们先实现一个方法 公有的对吧 可以被外部调用的 this.pick 或者说 this.get 简单点吧 items 过去items 对吧 等于什么呢 等于 function return items ok 把items返回出去 这样就能看到了 好了 我们再来一遍 the new stack对吧 s.push 1 push2 然后呢 s.get items 获取items这个变量对吧 会发现 g2 没错吧 我们确实push进去 对吧 注意啊 1先进的 1在前面 前面是底 对吧 2后进的 2在上面 就是顶 对吧 听起来可能有点弱智 但是思维方式 一定要调整过来 好了 第一个操作咱们完成了 咱们试一下 第二个操作 再站顶去移除元素 pop 注意啊 这里肯定可能说 弱智啊 items push有pop 但是注意啊 思想不一样 注意思想不一样 this.pup 等于function 它是干嘛用的 ok我给大家备注一下吧 写多就乱了 this.push 干嘛用的 push 对吧 站顶 添加 元素 这个pop呢 在 移除 占顶 元素 alright 懂我意思吧 然后呢 get items呢 是检查 items 对吧 咱们能够看一下 OK 移除 占顶元素 对吧 移除占顶元素 那怎么移除呢 宿主 items 提供了一个方法叫 pop 它就能够把占顶的移除掉 你可能会说 妈的 优质又来了 对吧 没办法 因为 JS太高级了 哇 ar等于123 我们来演示一下这个 pop的方法 ar.pop OK 是不是pop返回一个值3 对吧 我们看ar 这时候是不是少了一下了 对不对 呃 这时候呢 ar的占顶 的元素就被移除掉了 OK 这个会比也会比较简单 对吧但是注意 咱们移除之后要把这个值给luturn出去 对吧 要luturn出去 这个问题呢 咱们以后再去解决它 为什么 为什么要luturn这个值呢 以后咱们 到底要不要luturn 很多时候是根据一些使用的习惯 或者说这个luturn这个结构的习惯来决定 你想 你不luturn可以吗 不luturn当然可以 你的luturn的元素对吧 仍然 呃被添加了 仍然被移除了 但是咱们luturn之后呢 会有别的用处 因为咱们 这个移除的意思 并不是移除 而是什么呢 出战 把战的东西拿出来 拿出来 拿出来干嘛 但要用啊 那你 不luturn的话 底是哪呢 嗯 底是这一项对吧 底 这个呢 顶 那尝看 顶 站顶元素说白了就是什么 大白话说是数主 数主 最后一项 最后一项 那那查看数主最后一项这个东西 咱们之前已经说过很多遍 对吧 怎么去访问呢 这里有个例子 就是items less-1 对吧 这个less 对吧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对吧 应该是我写错了 应该是items 点less-1 OK 这里向大家抱歉 对吧 所以这应该怎么办呢 呃 pick 检查 站顶 对吧 我应该换电脑了 这太卡了 this 点 pick 等于function return items 的什么呢 items 点less 简易 对吧这一点应该我不用详细说了吧 算了还说一下吧 担心你们对吧 这种小问题啊 咱们说清楚得了 less-1 什么概念呢 比如说这时候我们要防御 最后一项的话 它下标什么呢 是items 我简单点啊 items第几项 0 1 items2 对不对 那么它的长度多少呢 长度是123 它长度是3 那它最后一项恰好永远是它长度减1 比如说我再添加一下 0 123 那么最后一项的下标呢 就是3 但呢 它的长度变为多少了 变为4了 所以说 最后一项的下标 等于什么呢 长度 6-1 OK 这点大家应该没有问题对吧 pick 去检查站点 OK 咱们现在呢 就去试一下吧 对吧 试一下这个功能 ys 等于 new stack 然后s 点什么呢 有一些方法对吧 有pick 对吧 咱们先pick看看是什么 没有 因为咱们站里面什么都没有呢 OK as p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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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push 9 对吧 我不想按规律来push4 push3 OK 咱们现在的结构应该怎么样的 咱们再检查一下咱们的方法对不对啊 根据站的原理来说的话 现在咱们这个站是这样的 首先 进去的什么 push了什么 push了1对不对 所以呢 1在这下面 然后2在上面 然后呢 9 4 3 是这样的结构 OK 先问一个问题 首先我们调用pick方法的话 看到会是什么 调用pick pick干嘛用呢 查看站顶对吧 站顶是什么 就这一下 结果会是多少 应该是3 对吧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在pop呢 pop干嘛用呢 在站里面取出一个元素对吧 那么那么那么我们 取出这个元素就取出什么呢 当然是把最后进去的3给取出来了 OK 我们试一下 首先 s.pick会是什么 最后一项3对吧 然后呢 s.pop呢 pop 是什么 3 取出来了 注意 这时候我们再去pick 再去查看站顶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 这一项对吧 3之前这一项4 我们验证一下对不对 4 OK 然后呢 现在我们就把站这个结构给实现了 他几个操作 入站 对吧 出站 然后呢 检查这个站顶 三个操作 对吧 那么接下来几个呢 就相对简单一点了 比如说 检查是否为空对吧 那么检查是否为空 当然 大家注意啊 咱们一个习惯 习惯怎么样呢 我们 使用 是开头的时候 默认是什么呢 返回一个不恶心的结果 因为你要去是不是嘛 对吧 是不是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要么只有两点结果 是 不是 对应的呢 是 true 跟false 对吧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争议的 就是 这是empty的时候默认呢 暗示大家 对吧 返回一个不恶心的结果 OK 所以呢这个代码比较简单对吧 呃 检查 检查 站 是否 为 空 对吧 那怎么办 this 点 什么 is empty 是否为空 那怎么知道是它是否为空呢 如果这个 这个站 这个存储站这个数字的长度为零的话 那肯定就为空了 对吧 那么 items 点 less 等于零 等于零的话 是零的话就返回处对吧 不是零的话就返回false 这个呢就实现了 检查站 那么接下来下一个呢就是清除站跟获取站的大小 这两个也比较简单啊 啊 清除 清除站 怎么清除呢 很简单 this 点 呃 clear对吧 clear eer eer 等于function 怎么清除呢 直接让items 等于重新复制为空书组 不就清楚了吗 对吧这个很简单 然后呢 获取 获取站的大小 OK怎么获取呢 就站大小 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 呃 这个items的长度对吧 这个items的长度对吧 return items 点lens OK 站的大小 现在呢 咱们这个站的各项操作就已经完备了 不难吧 应该不算很难对吧 因为都是数组的一些简单 push pop 两个方法 对吧 那let's-1这个东西啊 我们在JS基础的时候就已经讲过N多遍了 OK 咱们再试一下这方法是否成立吧 对吧 放小一点 s yS等于new stack newstack OK s 然后呢s点什么呢 首先push push一波对吧 push什么呢 1 push4 push3 push9 push2 OK所以这个站是怎么样呢 由顶到底的话应该是咱们再画一遍啊 咱们不怕麻烦 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是1在这下面对吧 然后4 然后添加3 然后添加9 然后添加2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 那么我们 如果push的话检查到的应该是2 对吧 那我们pop之后在push的话检查到应该是9 OK 我们先一下s点push 是2对吧 然后呢pop把这个顶部移除就相当把2给移除了 把2移除之后s在push的话应该是 应该是多少应该是9 对吧 这个大家应该没有太多问题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s点 size 应该多少为4 OK s点clear 清除完之后s点pick 是什么 按define 因为全部清除了对吧 什么都没有了 好了 这就是站的一些东西 一些 注意几个操作啊 咱们回到这一页pete里面 啊 push pop pick 这三个最重要对吧 这三个是辅助的一些东西 大家写起来呢也会比较轻松 而且最重要的是注意这个 移除元素对吧 这个我觉得这个表达不太对 我现在想修改一下 这应该叫做 拿出 对吧因为我们要使用嘛 所以一定要return 这个p可能也要return OK 好了 接下来咱们就看下一个东西吧 看下一个 站的实力 由10进制到2进制的一个转换的实力 当然呢 在这里先给大家的时间吧 把前面的站结构 几个方法写完 OK 这些 用站来做点东西 对吧 不然学了之后很快就忘了 呃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 实现一个10进制 转这个 二进制的一个 程序 那么10进制 大家知道 对吧 它是由0123456789 构成的 对吧 是咱们人类使用的一种 技术方式 对吧 当然我这么说 并不是说我是外星人 对吧 因为咱们计算机使用的是什么呢 零一零一零一这样的东西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再把实进制转成二进制呢 对吧 它的转换的方法在这呢 叫余数法 余数法 好了 那我们看一下余数法怎么工作的 其实呢 呃跟咱们小学时候学过的东西可能有点关系啊 我们这里演示一下 以这个为例 实为例子 对吧 当然这个pt有点生硬 大家就去看我左边就好 10 首先除以2 因为是二进制嘛 对吧 等于多少 等于5 能除尽吗 能除尽 OK 余多少呢 余零 余数法嘛 余零对不对 OK 再除以2呢 对多少 2.5对吧 当然呢 咱们不允许出现分数 所以呢 是2 余多少 余1 然后 然后 再除以这个 再除以2呢 为1 余了多少呢 余了0 那么1除不了了吧 对吧 所以呢 就结束了 那么最终转换出结构什么呢 是 1010 就从这儿开始 这是第一位 OK 第2位 第3位 第3位 第4位 1010 转换出的二进制是1010 这是一个例子 那我们怎么确认呢 就交代一个简单的方式 这是8 这是4 这是2 这是1 好吧 那么这多少呢 8 乘以1 加上4 乘以0 加上2 乘以1 加上1 乘以0 就刚好等于等于10呗 所以咱们就转换成功了 这就是它的转换方法 叫余数法 对吧 那大家可能觉得会有点麻烦 但其实跟站是不是有点像呢 我们好好想一想 可能有些同学就感觉到 对吧 跟站有点像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先得到的结果 但是呢 是放到最后的 对吧 换个颜色 这个0 是不是先算出来的结果 但是放在哪了 放到最后 因为这个顺序排的是从后面往前排 哎 这是不是一种后入 对吧 哎 不要想太多啊 后入先出 的一种东西 对吧 好了 我们来看详细的解释 怎么用算法去实现它 对吧 用站实现余数法 第一个 入站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实现它 呃 在这里我们看一下啊 首先我们在这里 第一个除完之后 余了一个0 对吧 然后呢 呃 假设我们stack实力化了一个站 对吧 就是咱们六余法实力化了一个站 然后呢 我们这个站 首先啊 我给大家形象举例一下 首先得出来了一个 第一个结果是0 对吧 余数法得出10 除以2 等于5 于0 那么把这个0呢 放到 push到站里面 那么0呢 在最下面了 OK 然后呢 5再数以2 等于多少呢 等于2 于多少 于1 然后呢 再把这个1 放到站里面来 对吧 push1 现在是这样了 然后呢 再 算这个 算这个 2除以2 得多少 等于1 于0 然后呢 把这个0 放到站里面 然后呢 把1 放到站里面 对 就是这样的 但那具象化为数主的话 就这样 01 因为这是底嘛 对吧 这边是站底 这边是站底 所以呢 会慢慢的 在后面 这增加 01 01 01 的增加 OK 最终得出来 是01 01 但你可能还 大家还记得吧 我们的实际值实际上什么 是1010 对不对 因为呢 咱们还需要 对它转换一下 说白了 就是反过来 就出站就行了 OK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刚才得到了0101 对吧 然后循环执行 一直pop 对吧 pop是怎么样 在站顶 往外取 就是从后面 往前取 就是1010 得出来 就二进制的结果 1010 OK 这个方式 大家应该 没有问题吧 好 接下来呢 那我们就把这个代码 写一下吧 怎么样 去试一下